在当今中国体坛 王楚清这个名字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 这个年轻的天才选手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不屈的意志 早已在国际拼坛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 令人生疑的是 近年来关于他的新闻总是居高在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细节之上 不是他的技术 不是他的心理 也不是他的伤病 而是他身边那群挥之不去的所谓支持者 正在让王楚清感到窒息 在法兰克福止步十六强之后 铺天盖地的报道蜂拥而至 各种标题令人眼花缭乱 前队友 粉丝和媒体轮番上阵 有人称他特别自律 哪都不去 有人赞美他的出情率 甚至有粉丝注意到他摸了一下球桌的小动作 乍一看 这些信息似乎是对一位职业运动员的关注 然而 这样密集的关注却成了一场无形的压力山大 不难发现 王楚清已经被这些五花八门的热搜词条裹挟其中 无法抽身 王楚清发烧了王楚清 疑似发烧某某某网友称王楚清发烧 一个小小的发烧传言竟被来回炒作 逐渐演变成热搜头条 这些铺天盖地的关注 对王楚清本人来说有何益处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这位出色的运动员从不向外界抱怨客观条件 总是主动承担责任 即使是在失利的时刻 他也不为自己找借口 从不拿伤病 器材来为自己的表现辩解 但是 正是因为他的沉默和坚强 反倒让过分解读在他身边成了常态 身边的粉丝 队友以及媒体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维护反而给王楚清增添了负担 每当王楚清输掉一场比赛 总有粉丝和知情人站出来替他找各种理由 不是没休息好 就是准备不足 不是裁判的判罚不公 就是对手的动作不当 这样的维护似乎像极了过分互短的家长 认为自家孩子的一切失误都是外界的错 殊不知 这样的举动在其他人眼中 反而成了嘲讽的靶子 让王楚清一次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所谓的粉丝与媒体对于他输球的过度晚尊 换来的却是网友群嘲和更多的质疑 这不仅无法减轻他的压力 反而让他在每场比赛中 背负更多的期待与不安 不可否认 过度的晚尊已经让王楚清 深陷在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输球 辩护 群嘲 压力加剧 再度输球 在这样一个循环中 无论是媒体 队友还是粉丝 继续如此关爱 无疑是帮到忙 这种舆论和热搜 让路人对王楚清的关注 逐渐转为逆反心理 每当他再度出现在公众事业时 不少人都会抱着一种 他什么时候在说的心态 带着冷嘲热讽来看他的表现 这样的舆论压力 无形中让王楚清的职业生涯 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 实际上 这样的过度关注并不是帮助 而是一种无形的高压 甚至让他成了部分人 宣泄负面情绪的靶子 让人疑惑的是 围绕在王楚清身边的这些人 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 他们真的是为他好 还是在享受着这场 声势浩大的晚尊狂欢 这种现象让人不禁怀疑 一些所谓的粉丝 前队友 甚至媒体是不是在趁机高级黑 通过不断晚尊和辩解 反倒让王楚清背负更多的不实之言 把他推向了一个 让人难以喘息的舆论深渊 如果王楚清输了一场比赛 这些人能努力地写出数十篇文章 将每一个细节都抖落出来 甚至上升到性格问题 心理素质问题 生怕世界看不见似的 殊不知 正是这无休止的热度消费 才真正把王楚清置于尴尬的境地 对于粉丝而言 他们往往会对偶像的失利感到心疼 甚至愿意为其辩护 但是 正所谓关心则乱 粉丝的这种情绪化关注 对王楚清而言 已然成了一种负担 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辩解来平息舆论 但实际上 这样的互读心理 不仅无法改善王楚清的处境 反而让他被包裹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中 每当王楚清需要面对真正的挑战时 这些无处不在的晚尊却成了他心理负担的来源 粉丝需要明白 真正的支持并不是一位替他找借口 而是在他诉求时依然坚定支持 让他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多内在的力量 而不是将失利的压力转嫁到外界因素上 无论是媒体还是自媒体 追逐热点无可厚非 而将王楚清的每一场比赛结果 甚至一个无意的小动作都拿来炒作 未免有些不负责任 眼下政治年末 许多媒体为了KPI疯狂追热点 而王楚清的诉求 竟然被炒得热度超过许多社会大事件 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的唯热度论不仅是对王楚清的不尊重 更是对职业体育的亵渎 在他们的眼中 王楚清似乎成了一个可以任意消费的流量符号 而这样的热度显然并非出于对他职业发展的关注 长此以往 王楚清必然会深陷舆论的泥闹 沦为被消费的对象 面对这一切 不禁要问 王楚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答案或许很简单 尊重 理解以及空间 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他需要的是健康的舆论环境 让他能够在输赢之间保持平衡 而不是被无休止的晚尊 解读 王楚清的成长路上 难免有起伏 输求亦是正常现象 然而 围绕在他身边的舆论 却让这场职业生涯变得如履薄冰 如果身边的人真的为他好 就应该适当退后 给予他足够的空间 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过犹不及 粉丝们 前队友们 媒体朋友们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他 就请不要再一味地爱护或维护了 给予他足够的空间 让他自己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这才是对他真正的支持 此外 据相关人士爆料 在法兰克福的荣耀之夜 国平男女单打双冠诞生 胖球队的气氛异常热烈 胜利的喜悦溢于言表 这只已严格 抠门文明的队伍 居然破天荒地决定 带全队出门大吃一顿庆宫宴 这在以往可谓罕见 毕竟连夜奔波赶场子 哪怕是宵夜都能省则省的团队 如今竟因胜利而开怀大方 而这次宴会中 林诗栋这个小吃货 不仅赢得了比赛 还获得了点菜权 这让人忍俊不惊 赢球真的这么香吗 在被授予点菜权后 林诗栋毫不犹豫地提议吃火锅 显然 这位正处在长身体年纪的小吃货 还是逃不过肉食动物的本性 要知道 他本可以选择一些更具仪式感 显得高级的餐食 比如海鲜 牛排等 然而 天性活泼 直接的小石头 似乎全然不在意这些贵族食材 只关心自己能否放开肚皮 吃个痛快 对火锅的执着 也是对年少时快乐的真实表达 不过 让人玩耳的是 临时动点的居然全是麻辣锅底 完全不考虑一旁王曼玉的感受 稍微熟悉球队情况的都知道 王曼玉小鸣小鱼 口味偏清淡 不喜麻辣 小石头的忽视 不免让人觉得他这个小伙子 还沉浸在比赛的胜利中 完全没注意到 女队姐姐们的饮食喜好 依然是那个爱玩球 不善 琢磨的小吃货 尽管如此 王曼玉依旧展现出 当家姐的宽容和气度 即便点的是他不爱吃的辣锅 他也没有丝毫不悦 反倒开怀地与队友们欢笑 据火锅店老板透露 曼玉很开心 后来的合影里 他笑得明媚 甚至和球迷们亲密互动 丝毫没有因为小石头的点菜 偏好影响心情 这一幕不仅让人感受到他的豁达 也折射出王曼玉对这次比赛胜利的真实 毕竟 顶住层层压力拿下冠军 为他和整个团队带来了久违的荣耀和信心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庆功宴上并没有开兵庆祝的茅台酒 毕竟王曼玉滴酒不沾 大家也贴心地顺着他的习惯以饱腹代替干杯 这一份简简单单的快乐 不见酒水 却依然满在真情 令人感动 在法兰克福 赛场上的拼搏一幕幕仍历历在幕 此前的亚锦赛和法国德投UT比赛一度失利 国拼士气低迷 这次双冠到手 让他们重然斗志 士气大震 王曼玉的女队在他的带领下 士气更是愈发高涨 法兰克福之胜不仅仅是比赛的胜利 更是团队士气的全面回归 稳住了主帅岌岌可危的地位 让教练组和队员们无不感到一阵欣慰 这样的胜利 也赢得了真爱球迷们的真心祝福 在火锅店内外 不少球迷自发前来 渴望和自己的偶像来个合影 面对他们的热情 王曼玉也是满脸笑容 他对球迷的感谢和回应流露出真挚的温情 球迷们的真情与团队的胜利相互交织 成就了这场别开生命的庆功宴 也赋予了这次胜利更深层次的意义 要说谁的成长最让人感慨 林诗洞无疑是个典型代表 还记得他当年趁着头哥夺冠时 满心欢喜地撒娇请求 带他去吃美味的画面吗 那时的他 简直是绑在哥哥裤腰带上的小跟班 有好吃的就欢喜 打不好也不气馁 满满的孩童模样 而如今 他却在法兰克服的赛场上独挑大梁 单枪匹马将对手斩落马下 成为国平心境定海神针 这番蜕变可谓白鞠过席般的迅速 而他的成长轨迹和内心的坚韧 也无不让人动容 当赢球后 林诗洞第一个拥抱了教练王浩 那个场面充满力量 让人不禁想起巴黎那场经典的追逐 那时的王浩抱起小胖庆祝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仿佛刚刚过去 而如今 同样是欢庆的拥抱 这位年轻的石头 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人托举的小男孩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实力 作为林诗洞的教练 王浩见证了小石头 从小萌新到国平中流砥柱的每一步进步 在此次胜利后 他已早早张开的双臂将林诗洞拥入怀中 那一瞬间复杂的表情 既是身为教练的欣慰 又带着些许赶不及陪伴成长的惆怅 或许在王浩的心目中 这个弟子成长得太快 快到他甚至没来得及和他像从前那般无忧无虑地玩耍一番 对于教练来说 林诗洞的快速成长无疑是最大的欣慰 以现在的状态 小石头在未来将有更多庆祝的时刻 而那些美味的佳肴 也不再需要他求哥哥带吃 而是由他自己来一一清点 竞技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就在于此 赢了就是一切 成就了强者 成就了荣耀 也成就了他们自己 此次法兰克福之战的成功 不仅仅让队伍拿下金牌 更是向世界宣示了国拼的实力依旧 正是这样的胜利 为球队带来了士气的提升 教练位置的巩固 也稳住了国拼在国际拼坛上的话语权 此时此刻的林诗栋 王曼玉等人 不仅是胜利的捍卫者 更是未来中国乒乓球的希望与接班人 最终 这场不算完美 却充满温馨的庆功宴结束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国拼的未来 因这些年轻的血液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王曼玉的女队 林诗栋的男队 他们的故事刚刚开启 未来还将书写出更多的篇章 而法兰克福这个双冠之夜 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座封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国拼健儿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再次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